徐医生娇奢引逸 此前更是叮嘱身边的管事太监 一定要用天底下最珍贵的宝物给他陪葬 等我百年之后啊 可都得给我戴上 在他死后 他的棺材是当时最珍惜的金丝楠木大造而成 身上盖的碾金被褥 上面坠有820颗上等珍珠 棺果的底部还铺了五尺厚的珍珠白玉和宝石 据估算 慈禧墓中的珍宝总价值约有当时的两亿多两宝物 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 足够组建20多只北洋海军 1928年军阀孙建英盗墓拉走的陪葬宝物 装了整整30辆大车 许多国宝珍品也从此下落不明